这个保姆太奇葩,专条瘫痪在床的老人伺候,而且还会附加一个条件,如果照顾不到一个月老人就去世,也必须按整月给他结算工资。 这个女人的婆婆瘫痪在床,别的保姆都不愿意接,女人只好雇佣了何丽,然而她不知道但凡是何丽伺候的老人没有一个能活过一个月,而通过这次雇佣关系更是揭开了何丽耸人听闻的秘密。 何丽刚到家时很勤快,对老人照顾得无微不至,女人和丈夫都很满意,然而第三天一大早,何丽就突然跑来告诉他们, 你家老人死了,尸体都凉了,夫妻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昨天晚上还好好的,怎么突然人就没了? 夫妻俩急忙往老人屋里跑,然而何丽却一把拉住了女人,你答应过给我开整个月工资的,可不能反悔,女人这时哪有心思理会这个,我先去看婆婆,晚会再说,然而何丽却还是不放心, 咱们可是说好了的,赶三天也得按一个月工资算。 女人再次保证一分钱都不会少,何丽这才放心撒手。 然而就在夫妻俩悲痛欲绝,打电话通知亲友时,何丽再次冷冰冰地要起了工资, 现在老人已经死了,你们赶紧把我工资结了吧,女人说你帮我们把丧事料理完了,我再给你多加点钱。 然而何丽却不乐意,我现在就要我的一个月工资,我拿到钱马上走。 何丽这么着急走人,男主人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,这保姆不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吧, 于是急忙一通翻箱倒柜,果然很快就发现家里的现金和存折都没了, 而这时何丽又不乐意了,你们丢了什么都跟我没关系,赶紧给我结账。 这下男主人更加深了对她的怀疑,而这时女人惊讶地发现, 婆婆的金手镯和银戒指全都不见了,但立即质问何丽,钱和手势是不是你拿走了? 不料何丽却振振有词,谁稀罕死人的玩意儿,你们就是不想给我工资, 两口子合伙在这儿演戏是吧? 偷了东西还这么理直气壮,这下男主人恼了,马上把东西交出来, 要不然马上报警,而女人还想给何丽一个机会, 只要你把东西交出来,我们可以既往不咎,工资也一分不少地给你。 然而何丽却还是理直气壮,想报警随便报,警察来了更好, 我告你们赖我工资,男主人再也忍不了了,当即就报了警。 警方向三人询问了情况,得知这段时间家里没来过外人, 而且昨天晚上手镯和戒指都还在老人身上, 而从昨天晚上到发现东西失踪,只有何丽进出过房间。 警方一听,心中就有了谱,东西肯定是何丽偷的, 然而何丽却还是死鸭子嘴硬,我什么都没偷, 这两口子诬陷我,就是想赖我工资。 空口无凭,警方当然要靠证据说话, 于是提出要查看何丽的私人物品, 直到这时,何丽才心虚害怕起来,可是已经晚了。 在警方的要求下,何丽只能乖乖打开了自己的行李袋, 然后所有人就都被惊呆了。 袋子里不但有丢失的财物和首饰, 竟还有大量老鼠药、安眠药、滴滴胃和注射器, 简直就是个杀人百宝囊。 而尸检结果表明,老人是被老鼠药堵死的, 体内还被注射了大量滴滴胃。 女人听到这个消息简直崩溃了, 本以为找个保姆能更好地照顾老人, 没想到竟找回来一个杀人恶魔。 而面对警方的审讯, 何丽却只承认偷拿财务首饰的事。 当时我看到老太太死了, 所以就顺手拿了这些东西。 至于那些毒药和注射器, 我是在外边捡的, 顺手放在了自己袋子里, 从来没使用过。 警方又来到何丽所在的家政公司调查, 同事们提供了一个重要消息, 大部分保姆都不想照顾瘫痪病人, 因为又累又麻烦。 但奇怪的是何丽恰好相反, 他专门喜欢照顾这种行动不便的老人。 而更奇怪的是, 凡是被他照顾的老人都活不了多久, 长则一个月, 短则一两天, 老人就会去世。 最高纪录是一个月送走了四个老人, 也正因为这样, 何丽赚了很多钱, 比其他保姆的收入几乎高了十倍。 警方追查何丽之前照顾的几个老人家属, 发现他们的遭遇和这次几乎完全一样。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, 何丽终于交代了自己的杀人经过。 原来为了早一点拿到八千块钱, 何丽在取得男女主人信任后, 立马就展开了行动。 当晚他特意熬了鸡汤, 在汤里加了大量老鼠药和安眠药, 亲手喂给老人喝。 老太太觉得味道不对, 喝了两口就不想喝了, 何丽又强惯了两口才罢休, 不过他担心分量不够, 于是又从包里拿出了安眠药和滴滴味, 动作娴熟地弄到注射器里, 直接给老人扎了下去。 这样他还是担心死不透, 于是又掏出一根绳子, 缠在老人脖子上用力勒紧, 再勒紧, 直到确定老人死透了之后才收手, 气定神闲地收拾现场, 然后每每睡了一觉, 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去通知男女主人。 警员又问何丽这是第几次作案, 何丽却不慌不忙扳起了手指头, 一个, 两个, 五个, 九个, 加上这次正好十个。 何丽淡定得就像鼠白菜, 这让负责审讯的警员面面相去, 他们见过很多杀人不眨眼的罪犯, 但何丽的残忍和淡定, 还是让他们感到毛骨悚然。 而更让人震惊的是, 何丽对自己的罪行没有半点后悔和愧疚, 反而是充满了得意和自豪, 只要我把照顾的老人弄死了, 马上可以拿到整个月的工资, 然后就换下一家, 一个月最多能换五六家, 轻轻松松就能搞到好几万, 你们这些当警察的一个月能赚多少钱, 就是那些做办公室的白领金领, 也不一定由我赚得多。 警员忍不住质问何丽, 你的钱都是用别人的生命换来的, 你能心安吗? 晚上不做噩梦吗? 不料何丽却是阵阵有词, 我为什么要做噩梦? 那些老人一个个臭哄哄的烦得很, 我凭什么要没日没夜伺候他们? 我做保姆就是为了赚钱, 所以弄死他们提前拿钱有什么不对? 再说了, 那些老东西都活得那么痛苦, 我弄死他们也是让他们提前解脱, 他们不但不会怪我, 还都应该感谢我。 面对这样的逻辑, 警方都被整无语了, 有些人是没有良知, 没有人性的, 像何丽这种人, 只有死刑才能终结他的罪恶, 人在做, 天在看, 希望所有人都能以善为本, 只有善良做人, 遵纪守法, 才能活得幸福自在。 长安点赞加关注, 下个故事更精彩。